主持人 酷酷酷 本场最佳 这个歌非常重我的脉 整个听起来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歌 好听 谢谢老师 我想问 是你编的吗 对 我一听就是你编的 好靠谱 你太绝了 绝绝绝 我编的太好了 好 正好 表演的也很好 非常靠谱 谢谢 谢谢老师 因为两位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然后年轻的先锋的唱作人 就是没有想到你们俩会在一起搭 而且没有想到会搭得这么好 仇德的编曲 包括配上一首 像丽姐说的非常老的歌 然后你们两个的声线 凡语的声音会稍微的偏细一点 偏高一点 然后仇德的声音会稍微实一点 两个人单听都很好听 没想到一加一 大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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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锦十一了 特别好 来 一加一 好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当 你看看 卢老师不在 魂一直都在 对不对 当 你来 凡语 我比较少听到你唱 绿洞感相对强一些的歌 那绿洞的地方很明显 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很小 对 但是我觉得刚刚在看你们的舞蹈的时候 把这些所有的不好都打破了 真的吗 你说谁的舞蹈主要主要主要是秋德的舞蹈 对不对 秋德 秋德 这就叫公开出现 可以可以 射死的画面 非常好 好 那我们讨论一下 是不是还要讨吗 来 讨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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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不赚钱了 讨讨 讨讨 好 辛苦你老师了 经过我们纠结并且慎重并且长时间来讨论 我们推荐人最终商议决定 恭喜两位歌手帮助无名歌手揭鸣成功 现在请大声地告诉我们 你们帮助揭鸣的这位歌手是谁 我们今天想要为一个唱情歌非常好听的歌手 然后他还是一个街头霸王 对 他就是舒明浩歌手 其实我和舒明浩歌手一开始是在同一个组别 然后当时听到他唱的情歌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 然后据我所知 就是舒明浩歌手 他有在找声乐老师去练习去上课 而且要坐绿皮车跑很远的距离 坐绿皮车啊 所以说我觉得他非常努力 好厉害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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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明浩歌手 请大声说出你的名字 大家好 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鲁怀德 好 名字 名字出现了 鲁怀德 特别像哈利波特一的名字 好棒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恭喜你歌手鲁怀德 请开始你的独唱